姜濤的數據排名成績 今天是2023年3月29日 今天要說 又是Youtube頒布的成績表 近來Youtube很密 密羅緊固 好像想重奪網絡視頻一哥 因為近來我都受到很多衝擊 所以呢 其實我都是姜濤的支持者 之前有網友DM高登仔 就說他在Youtube勤度的加減數 出現了一些起伏 高登仔就著這些事 我都曾經了解過發生什麼事 結果發現他之前加了一些點擊數 後來又減回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又加回 其實我一直都看著他整個過程 所以這次Youtube就說回 姜濤的其他作品 包括最新出的《追》 和《無堂可可樂》 成姜濤的《無可取代》 這次的成績表包括這兩首歌 所以基本上 姜濤現在在其他作品方面 就是《十胎以外》和《十胎以外》的歌曲 現在最高是有11首的 現在就選了11首的 就選了一個點擊率最高的歌 今天3月29日 我們就看回這11首歌 不用說了 最高的升幅 前兩位一定是《追》和《無可取代》 就是《可樂》和《廣告歌》 Youtube上如果是在說這個《追》 它的升幅是最大的 其實老實說 他只是上榜了16天而已 無可取代就是後來兩天 如果在Youtube的計算方面 那16天是這個《追》 那他翻唱哥哥的手《追》 有很多厲害 現在的點擊率是達到134萬 厲害 短短16天就134萬 其實他早一輪 100萬的點擊率很快已經突破了 如果在說這個哥哥的《追》 姜濤是在說 他每一日 每一日 是達到8萬3千8百人聽 那如果是這麼多歌之中 姜濤是最多的單日點擊率 平均來說 就應該是追這首歌 那一定是的了 說真的 近排姜濤在歌曲類別之中 無論他自己的單曲或者在外面 其實這個就不是十胎 這些是十胎以外的一些歌曲 都非常之高的成績 很出色的表現 所以如果在說《追》 他現在在說 每一日有8萬3千多人去聽 成績都相當好 如果計算%就更加不能說 如果計算% 他都升了幾百% 因為他剛剛新歌 所以在系統上 他沒有辦法去計算% 總之他現在升幅是最高 好 老實說 追這首歌 我都一再強調 我都是很喜歡的 如果有追開高登仔的頻道 都知道哥哥這首追 都是高登仔入選頭幾位 經常聽的歌 我第一位最高聽的歌 就是《可可可朗》的《無可取代》 我一會兒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高登仔有這樣的喜好 但是在這個層面上 《追》其實都說過了 他是向哥哥的《追》是致敬的 這首歌 他唱得很柔和 他其實加入自己的元素是很少 加入自己的元素很少 其實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不想圈奔奪主 他不想把這首《追》變成《姜濤》的一首歌 他想保留這首歌 在大家的心目中 依然都是屬於哥哥 依然都是屬於張國榮一代的歌神 他唱《追》那時候的時代背景 他最可能他人生之中 是不是處於一個變的階段呢 變的是他人生的思想 生活模式 都在變的 所以加上《追》就是其中一套戲的主題曲 所以正正迎合到姜濤去唱主題曲的成就 之後我都會趕回唱電影主題曲 都獲得很多的獎賞 大家都有很熱誓的期望 縱使呢 其實為什麼會這麼多人聽呢 其實除了姜濤唱得好的之外 還有很多傳媒朋友的努力 沒有那些傳統傳媒朋友的 對於他這首歌曲的批評 批判 想當日 還有一個傳媒機構說他黑臉 說他聲稱這些歌曲老套 但當然他都背上一些非現實的影片 說真的 他在說他2021年唱《追》那時候的情況 當時人家有黑臉嗎 當時人家說老套嗎 當時人家有說不尊重歌手嗎 然後大家都記得發生什麼事 那姜濤立刻自己出面 在我傳統傳媒的Facebook的那篇影片 在樓下自己留言 自己的事自己解釋 去說我沒有欺負面 第二我尊重所有的歌手 第三 不要再用這些傷害人的東西 拿出來再傷害人了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2021年 我受罪 姜濤有沒有黑臉 沒有黑臉 姜濤有沒有不尊重歌手 沒有不尊重歌手 姜濤唱得頭不頭入呢 姜濤唱得頭入 姜濤有沒有說歌老套 他有類似說過的字眼 但是他的意思並不是說歌老套 那就真的不要再斷章取義了 所以一道這個傳統傳媒 成為斷章取義的高手 高手指中的高手 即是無可替代 真是無可替代 恩和得福 因為這些傳統傳媒的抹黑 誇張 失實的報道 令到很多原本不是姜濤的人 留意了這首歌 我告訴你如果沒有這個傳媒去報道的話 我想很多很多人 沒有聽到姜濤的歌 真的會沒有留意 除了我們這些忠實的粉絲 知道姜濤唱這首追之外 可能要很多時候才察覺其他 但是不同 因為這個傳統傳媒 在這裏說姜濤面敲 所以很多人就說 既然有這些傳統傳媒 去講姜濤面敲 那倒不如 倒不如什麼呢 倒不如順這些雜誌 倒不如自己去看 很多人搜尋這首追來聽 包括這一首真正的官方唱的追 2023年版 還有我早前都在報告分析過 2021年姜濤版的追 翻唱五首的經典金曲 Move那時候的演唱會 都很多人去追聽收康 所以有時候 在於我們自己姜濤來講 我們一定支持正音 正能量的歌曲 我們聽的歌是為了鼓勵和支持 但是正正就有這些傳統傳媒去抹黑 結果呢 就有很多人抱著八卦的心態 八卦的心態去做什麼呢 就是說 既然有這些人去講這些話 我又要真正去看看 究竟是否真的有人去抹黑姜濤 這樣 這樣 結果呢 就有很多人去聽這首歌 這樣 正正這些效應呢 令到上榜了16日 短短16日的 姜濤的追版 現在已經是有這個 134萬2千0 144個收聽率 這樣就沒得說了 這件事肯定是厲害的了 那麼 平均每日就8萬3千8百77 剛剛講過了 這個就是追那個 一個很奇特的遭遇了 那麼說奇特遭遭呢 就有另一個更加奇特的遭遇 那麼第二位聲福最厲害的是誰呢 就是高德仔近來最喜歡聽的一首歌 就是《無可取代》 那就是姜濤和可可樂聯營 聯營去播出這首新歌 那麼雖然呢 這首《無可取代》 並不是姜濤的第11首新歌 不被列入為十一胎之中 但是呢 高德仔都當是姜濤出新歌一樣 大事慶祝 都是一樣 抱著一個心態就說 嗯 姜濤出新歌 我們一定要盡力去支持 那麼我想 有很多姜濤 都好像 高德仔這樣的心態 姜濤出新歌 雖然是可可樂的廣告歌 但是她的無論在創作 歌詞 樂曲 MV 都是全新拍攝的 其實很開心的 喂 出了十胎 即是作品的說話之後 都接近三百多天 沒有出過任何一首新歌 追呢 怎麼說呢 她雖然是演繹哥哥的那首追 但其實追都是屬於哥哥的 對不對 這件事真的大家都認同 反而這個《無可取代》不同 《無可取代》是一首全新的歌曲 是為姜濤 應該這樣說 是為可口可樂的宣傳歌 由姜濤的新演繹 新歌新演繹 喂 真是當一首新歌這樣聽了 說真的 這個很重要 那麼 《無可取代》呢 其實在這個 YouTube上面已經 上榜了十八天了 其實反而是多過追兩天 可能因為他們公司的 上榜的時差問題 說真的 她那個 那個受歡迎程度都很厲害 其實她現在達到 55萬8千幾個點擊率 如果說每一天 Total的欣賞指數 是達到三萬一千幾人去聽的 雖然被追 沒有追那麼誇張 但是我們要了解一件事 就是說 你們要了解什麼 就是說 Cococola這首宣傳歌 沒有那麼多負面因素 而那些負面因素是傳媒帶給她的 追我的傳媒 就是負面黑化的 反而 Cocola這首歌 就很正常地播 正常地推出 也都很老實說 也都沒有人夠膽 也都沒有人夠膽 搞可可可樂 搞可可樂 可可樂是什麼公司 是吧 國際機構來的 可可可樂 每人每日喝多少可可樂 你知不知道 香港 大中華區 大中華區 全世界 可可樂 手屈一指大公司 誰敢搞可可樂 所以 那些人就是搞追 因為搞追 都是搞一個唱片公司 你搞可可樂的宣傳歌 所以 你要對付國際大企業的可可樂 人家拿些可可樂 浸死你 是不是 人家一 人家 我想 一日 一年 人家可可樂 生產多少可可樂 有沒有整個香港那麼多 浸死你都行 可可可樂 所以 沒有人搞可可可樂 那 真是不知道 有時候有些事情就是這樣 你沒有人搞可可樂 沒有負面 我之前說 完全沒有負面 Haters 沒有攻擊過可可樂這首 新的宣傳歌 但是 也少人留意 追上榜了16日 超過134萬人聽 而可可樂這首新歌 雖然分幾鐘 但是 它都超過55萬了 18天 雖然 真的在數字帳面上 就好像 這個 追 稍勝於 這個 叫做 可可可樂 但是 老實說 老實說 一件事就是 其實高登仔聽 可可樂多些 因為我之前在影片 我也解釋過 可可樂這首歌 第一 我有些編號 主觀 主觀 我現在正常說 我自己覺得是 姜濤一首獨立 為了姜濤唱的新歌 即是姜濤唱的新歌 是為姜濤而作 為姜濤而作 為姜濤而作 我也當是姜濤出一首新歌 這樣處理 我覺得姜濤出一首新歌 不止這個熱鬧程度 對不對 不過沒辦法 我早前都說了 這個公司的PRO的策略 真的令人覺得 大開眼界又奇怪 追 無可取代 加這個MIRROR的團歌 同一時間出 不是說我們沒有時間去聽那麼多 但是你這樣 將大家的力量分散了 我一天聽三首歌 不是說多 但是我還有其他姜濤的歌要聽 姜濤還有很多東西要看 我還要看Mao多帝國 我還要看貴前菜 還要聽所有的歌 合唱歌自己單曲 外面自己唱的單曲 很多 你現在還要加多三首 那怎麼曲呢 我告訴你這些數字 應該不止那麼少 如果他唱了追線 或者是可樂的歌 或者是團歌 分開就不會三百句相 陰謀類的說句 你是不是故意分散大家的力量 老實說我一天聽三首歌 其實我現在都沒有怎麼聽團歌 不好意思 老實說 我現在只聽 我投入的時間下去追 和可可樂的歌 都已經浪費我很多時間 起碼一半 一半分散了 但是如果你說 兩首歌可以隔得遠一點 一起唱的 那我的力量肯定不止這個數目 其實一無論點說 你不想姜濤 有好一點的成績表現 是吧 這件事真的要仔細研究一下 但是老實說 我自己就比較偏好 於可可樂的宣傳歌 因為始終我覺得他也是 比較一個開心歌 輕鬆愉快 是吧 那歌得仔也有音可樂的 一邊喝可樂 一邊又可以看到姜濤的開心樣 是吧 MV又拍得好 MV呢 因為他始終跟追那個MV 採取的角度不同 是吧 姜濤唱Cocola的MV 真的有放很多不同的特效 你看不同的意思背景 而且都是輕鬆愉快為主 如果那種做事 看姜濤的資料 就是有些太多了 太多了 累累休息的時候 我就開一首可可樂 是吧 無可取代這首歌 輕輕鬆鬆有一天 這樣聽一聽 這樣會很開心 這些呢 就是我聽 即是 無可取代這首歌的一些感覺 所以 如果當有一天 我都建議我的聽眾 喂 如果你覺得 今天真是累累的 喝一支可樂 開心一下 這樣就可以 消除你的疲勞 又開心 聽姜濤的無可取代 還有加上近來 可可樂 我想如果說可可樂的PR 我會生氣 生氣 生氣什麼呢 是吧 我出這個可可樂的宣傳攻勢 我又放指板公仔 在一些麻可樂的地方 我又 我又 有得抽卡 有得抽居頭卡 我又搞見面會 是吧 我又出這個 玩這個抽獎 抽這個黑膠碟 是吧 喂 一連串這樣的攻勢 是為誰 為了姜濤 其實是為了可可樂 自己銷售汽水 喂 但也不要緊 他比起 異想前 比起這個FWD 他們前面兩者 就是一次過叫MIRROR12 一起買 但後者可可樂 他就只是給錢 姜濤一個人買 那你作為姜濤 那你明白什麼意思 那我們是否應該 將我們的力 乘回12倍 去支持我可可樂呢 這樣 可可樂呢 不用給錢高登仔買廣告 好啊 實測啊 你可可樂 我自己喜歡 因為我自己喜歡 可可樂的PR 第一他只是找姜濤一個 這個人已經是100分了 是吧 第一樣東西 他真的有出全力去推廣 由姜濤 推廣這個思和可樂 做一連串這樣的宣傳公關活動 做得非常好 甚至幫他作一首新歌 是不是 喂 喂 剩這件事 我們就要多謝可樂 這次他只是找姜濤 他沒有找其他MIRROR 十一支 對不對 喂 剩這件事 已經是加分了 所以呢 高登仔買了很多可樂 我告訴你 剩今天 因為今天開始送姜濤家 我也收到很多 OK 我也收到很多 其實你買三支可樂 其中一個支包 包括是ZERO 他們會送一張姜濤卡出來 其實我已經存齊了 五張 五張其中有三張 就有姜濤 另外兩張就是可樂的 今次活動的一些特別卡 這樣 存齊了 但是呢 我想出席那個 只有十五個位的會面 就是那個見面會 我就想出席 所以我就不斷買可樂去刷 但是還未刷得到 還未刷得到 還有我也想贏一張黑膠碟回來 留為紀念 因為黑膠碟只有1000張 其實我覺得有機會 以我買可樂的幅度 但是我現在也有限 我現在也有限 就是家裡位置 真的買了太多可樂都搞不定 我都要想想 就是我早前對面 我都參考了一些網上的方法 除了喝可樂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去處理一下可樂 這個問題 不是說不喝可樂 不過喝不完 我又不想捐可樂 因為捐可樂 總之不捐 不要捐 自己搞定它 找些方法 OK 這樣 所以 正正就是因為這麼多公關活動 還有首歌真的好聽 無可取代 所以 在Youtube裡面 它就榮榮 第二個聲幅最高 每天達到三萬一千多人聽 情況就相當之理想 我想這首可可樂 這首歌曲和翻唱追這首歌 我想短期內的爆聲都會持續的了 所以 所以大家 雖然說持續的 但大家都要繼續去支持這首歌 支持這兩首歌 繼續去 至少這些東西大家心照 如果沒有我們自己姜濤的支持 還有誰會支持姜濤呢 難道找公司的支持 大家明白了 在這個成績表裡 第三高 就好像說到三高 第三高就是 3.7%就是這個 無人不知的戰果 3.7% 依然是這個 季前賽的天下 它達到119萬9千多 快突破120萬了 這樣就 上榜了146天 平均每一天有8214人聽 有3.78%的增幅 這樣很厲害 貴前賽 之前都說過很多 貴前賽 貴前賽的無人不知的戰果 就是主題曲 早前我也說 雖然它在香港首播的時間 因為我覺得客觀因素 不是理想中那麼厲害 但是我們都支持了很多 至少高登仔現在每天都看一集 盡量支持 到今時今日我都是每天看一集 我堅持每天看一集 我想我都看了很多輪迴幾次了 會到劇情都熟 不過老實說我都不是動著看全集的東西 即是沒有姜濤出席的那些橋段 我就做其他事情 有姜濤出席的那些片段 我就去看 這樣 那是相當的 正正大家對於貴前賽的氣 我最近都收到一些姜濤 就說 他剛剛成為姜濤 其實先看媽媽有了第二個 因為貴前賽的門欄不是低的 因為你要看很多集 你要浪費很多時間 而且他要 新的姜濤沒看過 雖然劇情是打籃球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不知道劇情的發展是怎樣的 所以他們要用很多時間看很多集 所以門欄是高的 但是不要緊 他們也有行心去看 我都鼓勵他們去看 所以很多人都是這樣 你喜歡看那套劇集 自然喜歡去唱那些主題曲、副曲 無人不知的戰果就是 貴前賽的主題曲 都相當之好 相當之多人喜歡 這件事我們都要繼續支持 因為你都喜歡那套劇 自然都會喜歡聽我這首歌 而無人不知的戰果也是 姜濤自己一個為這套劇唱的一首主題曲 相當之激勵人心的一首歌 正正在那麼多人去支持姜濤之下 姜濤有不同的突破是好射的 這些就是一個不錯的表現 那如果看回這個成績表 如果現在最多人聽 每一天我都要講回 剛剛就講三個聲服最大的歌 其實我也想講完 第四個聲服最高的歌 那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風雨不改 因為它的情況 跟這個 《門不知的戰》一樣 風雨不改就是 剛剛有了第二個的主題曲 正正正就是因為大家喜歡看 剛剛有了第二個 還有剛剛台灣D-Slippers上了 剛剛有了第二個 所以 當多些人看 台灣呢 台灣裝了D-Slippers 如果多了人看 剛剛有了第二個 間接就令到 多了人去欣賞 姜濤的首歌 這個也是相當合理的一個戰果 所以 《風雨不改》就應該是多了人聽 可能這些數字是來自台灣的粉絲 台灣的姜濤謙 看回數字 所以也不需要記 所以我講完第四個聲服就是 《風雨不改》 但是如果講一個點擊率最高的歌 是達到超過4500萬的 就是這個特務肥的2.0 4500萬 其實如果它上了576日來講 它又不是說每天很多人聽而已 大約有7800人 一天每拉雲平均7000多人聽 但是其實它已經突破了450萬 OK的 挺厲害的 特務肥今天2.0 希望跟著這些輕鬆節奏的歌 就出多一點 跟著 第二位最高點擊率就是 剛剛突破3千萬了 3千零9萬多 那就是這個I Loads 姜濤加江海加的《情歌》 跟著 這首《情歌》也是有一個地位的 起碼是第一次跟女歌手合唱 合唱《情歌》 差不多絕響 好像根本公司也沒有安排 第二首跟女歌手一起唱《情歌》 沒有就算了 再等了 第三首點擊率最高就是 《風雨不改》 達到2674萬 就剛剛說過了 如果說每一天的點擊率比較高 最高一定是哥哥的追 達到8377萬一天 個人次聽 第二個最高就是 《可可樂》的宣傳歌 叫做 每一天有3萬1千多人聽 就是《可可樂》的宣傳歌 第三高每日點擊率高 就是這個 看看 這個 《風雨不改》 《風雨不改》 達到每日1萬1千5百多人聽 等等 這個成績表就是 就是講返回姜濤的 十多以外的歌曲的點擊率和成績表 都相當之好 各個成績表都有去歌曲的 受歡迎的原因和趣向 我想2023年都會繼續上升 起碼現在在這個空檔期 有了追聽和可可樂 這個無可取代的歌廳 我想大家姜濤應該都 要稍守有些安慰 現在正代第十一首歌的出 相傳在四月三十號出 不知道 《可可樂》也密切留意 今天2023年3月29日的 《姜濤數據排名成績》的報告 就此完畢了 大家繼續支持《可可樂》的頻道 以及支持姜濤 希望我可以繼續努力 買一部新的手提電腦 去馬拉的姜濤海燈音樂派對 跟大家現場直播 以及做一些 不用經常對著家裡的舊電腦 很煩厭 經常出問題 多謝大家支持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繼續去哪 對 拜拜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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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